美国愿为北约提供网络战支持,美国空军网络培训。 2018年9月12日,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说,美国如果接到请求将会代表北约使用美国的进攻及防守的网络能力。 有29个成员的北约组织2014年将网络与陆地、海洋和空中并列为战争领域,但是一直没有宣布细节,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首席副助理部长威尔巴尔杰,在随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欧洲时对记者说,我们将正式宣布,美国如果接到请求将愿意为北约提供其网络能力。 威尔巴尔杰说,美国将保持对有关人员及能力的控制权,但在接到请求后会向北约提供支持北约成员国。 在最近的一次峰会上表示,将建立一个北约网络行动中心协调北约的网络行动。 北约还讨论过整合各成员国的网络能力统一展开行动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挪威、西班牙、丹麦和荷兰,去年制定了军队开展网络战的原则。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